昨天为您报道 南加居民田惠罹患白血病 正在等待骨髓的配对奇迹发生 特别是华人骨髓捐赠者 因为中国过去的一胎化政策 显得更为的重要 一起来看 两次离癌的南加华裔居民田惠 现在正在跟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搏斗 因为患疗没有办法拥抱自己女儿的田惠 急需要华人民众踊跃登记骨髓检测 让田惠有更大的机会获得 可以配对的骨髓移植 根据统计 华人登记骨髓捐赠的比例较低 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就是对于骨髓捐赠抱有错误的印象 他弹起一首很好的琴 你看我们这些琴都是他弹的 就到大学的时候打电话来 说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 感谢什么呀 他说感谢你小时候逼我弹琴 大学的时候经常弹 天天弹 因为我那时候做duo 就是学校里面有音乐课 然后跟另外一个钢琴一起对弹 但是现在呢是得了病以后 我化疗 化疗的一个化疗的副作用 就是手跟指甲都可以要 要断一层皮 而且指甲都是很脆弱的 所以弹琴也不是很方便 天惠32岁被诊断有乳腺癌 化疗后痊愈 但没想到化疗却为他带来 另一个后果 那就是于去年被判定 罹患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 急需进行骨髓配对移植 天天讲 我说我们唯一的骄傲 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女儿 她从各方面都是我们 比我们强 比我能干 是我们 所以她得病是给我们是一个大 其实非常非常大 一直跟上帝讲 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得 我们've been told that often when AML patients get the first treatment or chemo they have a window of about 18 months to find a donor and if the disease comes back within those 18 months 而配对成功率最高的捐赠者 来自于病患的兄弟姐妹 医生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有兄弟姐妹吗 他说没有 他是医生最期望的也是这一点 你如果有兄弟姐妹 至少有25%的可能性 在中国 以胎化政策让罹患上白血病 急需骨髓配对移植的华人 少了兄弟姐妹这块资源 而病人的第二希望 就只能寄放在华人的脊髓捐赠 配对成功率比非华人高出许多 然而华人命患 却面对相当大的难题 你没有成人的配对 那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亚洲人很多人 就是不是这么喜欢 把自己的骨髓放到库里面去 而原因很简单 就是华人普遍误认为 骨髓抽取过程很困难 在采访的过程中 记者也加入了骨髓登记的行列 五分钟的登记简便快速 但提供的是他人的生命希望 那一种址的行列 可以让奇事变成功 所以别让它走 订阅为成为骨髓登记 骨髓检测配对A3M的网站 来了解相关资讯 或是拨打888 A3M HOPE的骨髓登记 热线来查询 所以也请大家赶快踊跃 这些加入登记以及配对的行列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